同学们好,继续学习企业合并 那上节课谈的是返向购买 把返向购买的一些原理做了说明 看一下教材上的例子 例25-4 A上市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 通过定向增发本企业普通股对B企业进行合并 取得B企业100%股权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A公司及B企业在进行合并前 简化资产负债表已经有了 那这里面有A公司的 有B企业的 A的这边的股本数是1500 B的这边是900 但是这块的数据都是一个账面价值 等边合并报表时 如果A的资产负债账面跟供应不一致 应该是以公允价值来进行合并 但是B的要反映的是账面 其他资料 一 2017年9月30日 A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本企业普通股 以两股换一股的比例 自B企业远古东处取得了B企业全部股权 A公司共发行了1800万股普通股 以取得B企业全部900万股普通股 这些数据在上节课 其实已经都设计了 第二个 A公司普通股在207年9月30 那这一天就属于购买日吗 它的供应价值是20块钱 B企业每股普通股 当日的供应价值40 所以他说是两股换一股吗 A的两股的价呢 跟B一股的价格一样 A公司B企业每股普通股的面值 为一块钱 第三 207年9月30日 A公司除非流动资产供应价值 较账面价值高4500万元以外 A的除了一个项目 其他资产负债项目的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相同 别的都一样 所以你要清楚 我们将来要是合并时 非流动资产 它原来的是211 那你还要再加上一个4500万 要把它调整到公允 那别的呢 就是相加呗 B的账面跟A的公允吗 A的别的账面跟公允一样 第四 假定A公司与B企业在合并前 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非统一控制 说对于该项企业合并 虽然在合并中发行 全性证券的一方为A公司 A不是发行了1800吗 原来有1500 但因其生产经营角色的控制权 在合并后由B企业原股东控制 然后你把B企业原股东 跟B企业认为是一家的 B企业是购买方 A就是属于被购买方 A是法律上的母公司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确定该项合并中 B企业的合并成本 其实合并成本是购买方 把被购买方资产并且来 付出对价公允 这购买方是假定 发行自己全性证券去并购 需要它多少数量 再乘以它的公允价值 再上去可以跟大家说了 那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A的那一部分 净资产 以B的股票反映需要多少股吧 两股换一股 1500除以2750就出来了 然后750呢 再乘以40 那就应该是 三个亿呗 合并成本 我们说说这样来算的 A公司 在该项合并中 向B企业原股东增发了 1800万股普通股 合并后 B企业原股东 持有A公司股权比例 1800除以3300 这3300万股 也给大家做过分析 那是A的净资产 B的净资产 合在一块的 需要A的股票 所以它涵盖的是 A的净资产 B的净资产 我们用A的股票 来进行反映 1800除以3300 所以它占54.55% 如果假定B企业 发行本企业普通股 在合并后 主体享有同样股权比例 这句话是说 B企业的股东 整个那部分净资产 以A的股票来反映 它占54.55% 那以B的股票来反映 相同比例 还是54.55% 那你说 需要向A的那边 发行多少股票 B自己本身的900万股 要除以54.55% 在上节课以图的形式 跟大家说了 900除以54.55% 就是A的净资产 跟B的净资产 如果说以B的股票来反映 需要这么多股数 那把B净资产本身 它的股数需要900扣掉 剩下的不就是 A的净资产 需要B的股数吗 不难 750 之后用750 再乘以40是3个亿 这就是关于合并成本的计算 然后下面 企业合并成本 在可辨认资产附带着分配 那我们分配应该是怎么进行处理 合并成本数是3个亿 然后被购买方A 它的流动资产是3000 非流动资产账面上的是2亿1000 但是有一项 他说这个项目会多出去一个4500 就是供允价值比账面价值高出4500万 因此非流动资产 因为你合并成本跟被购买方 可变成净资产供允价值分额比 那就变成2亿5500了 流动负债1200 非流动负债300 最终的商与数呢 是净资产们把它算出来 这块经过相加 你算算的数字 那应该是2亿7倍 资产减据负债啊 净资产 三个亿减据2亿73000 这是商与 当然我们算商与时呢 你要从那个表里面 也可以啊 比如说A的原来的给的数字是22500 多出个4500 供允比账面多4500 加上4500不就2亿7吗 也一样 你说三个亿减2亿73000万 没关系都可以 不是绝对的 所以商与的计算 大致也应该要知道 然后接下来 A公司大林保 今天9月30 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已经跟大家说了 B的账面 A的公允 但是A发行权益证券 那个不要去算他 那也不要去管 那你回到前面看一下 这个表格里面 比如说流动资产部分 是多少 B的账面2700 加上A的公允 公允跟账面一样 3000 5000 然后非流动资产 那应该是211 再加上316 然后还再加上什么 4500万 因为A的这边要公允 就是一项项都这样来算 所以这是61500 商与呢 我们已经算出是3000 资产总共就有了 70200 流动负债同样是 B的账面A的公允 非流动负债也是如此 那你在前面大致再看一看 负债这一部分 流动负债900 这是B的 再加上A的1200 2100 非流动负债1800 再加上300 2100 都是一样 所以这块 负债总共4200也有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股本 股本的数量 说的应该是属于权益结构 反映法律上母公司的 330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A的 发行在外的1500 反向购买A又发行了1800 那不是3300吗 但是金额呢 他若不是了 金额应该是按照B的股票来反映 B自己本身的是900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 说把A的那块 以B的并进来 需要多少 算过750 他说反映这个 盈于攻击未分别利润 反映购买方的 所以你看一看 当时这里面所给的 购买方盈于攻击10260 未分别利润24840 是购买方的 那这两个数也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你资产总额70200 减去负债总额4200 所有的权益合计就有了 616 616 你用所有的权益总数 扣掉股本 扣掉盈于攻击 未分别利润 差额就是资本攻击 那你可以算出一个差额了 到底这个呗 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就是 被购买方的 那些所有的权要被抵掉 你也不要再采取一定的方式 说把长期股价投资 因为A公司发行全新证券 再进行转换去抵 说这个长期股价投资给你抵掉 用不着 我们直接采取这样的方式 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非流动资产那里面 A发行权益性证券的长期股价投资 你不要算 然后A原来的那些所有的权益 你不要去管它抵掉的 按照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因此呢 如果说这一块要是反映3300的话 我说15之中有这样 那资本攻击数相应的会减少 反正它倒几吗 那15之中当然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 考试不行 考试说股本你应该是金额按照购买方的 那个股数去反映 那么这是合并呗 购买方的账面被购买方的公元 留存收益 要体现购买方的 第三呢 再看美股收益的计算 本例中假定B企206年实现合并净利润是1800 206年 207年A公司与B企形成的主体实现合并净利润是3450 自206年1月1日 至207年9月30号 这是购买日之前 B企业发行在外普通的股数未发生变化 股数没有变化 接下来说A公司207年基本没给我收益 207年的 合并净利润3450 然后我们要分段来 前九个月还没到购买日 后三个月的没问题 3300乘以12分之三 因为后三个月 A的股数自己原来是1500 B的那是1800吗 就是发行又发行了1800 那前面呢 要用B的当时是900发行在外的 所以两股换一股必须乘以2 这样才能等于1800呀 他指的是他 所以这个呢是持有了9个月的时间 乘以12分之9呗 1月到购买日 9月30号 1月1号到9月30号 就是在购买日之前 要把购买方的股数还原成法律上母公司的 两股换一股 你原来自己是900 那就1800我们再看说提供比较报表的情况下 比较报表中美股收益 207年的比较报表是206年 206年的购买方是B 只是剩下的利润这一些都用购买方 比较信息是购买方 所以就是每股收益的计算 股数你站在法律上母公司 剩下站在购买方去看 也没什么问题 原来呢B自己的 当时每股收益计算是1800除以900的 因为原来股数不900吗 但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报表 股数都要以A的来体现 以A的他就应该是1800 900乘以2吗 那1800同样也是刚刚所谈到的 用900比较的900乘以2 两股换一股 比较报表反映基本美股收益是一块钱 购买日之后的 就用法律上母公司的股数来算了 这是一个分段计算 购买日之前的 要把购买方的股数 还原成换算成 法律上母公司的股数就行了 再往下 上例中 B企业的全部股东中 假定只有其中的90% 以原持有的对B企业股权 换取了A公司增发的普通股 没全换 有10%的人不同意换 就没换 A公司应发行普通股的股数 1620 因为810万股的人同意换 90% 900乘以90% 两股换一股 乘以2 1620 那企业合并后 B企业的股东拥有合并后 报告主体股权比例 在股东呢 是那个90%这一部分了 1620要除以3120 这3120呢 大家也知道 原来是属于发行在外1500吗 然后我们又发了一个1620 不是这个数吗 这是3120 占到51.92% 那大约50%了还可以 A跟B是要编合并报表的 通过假定B企业 向A公司发行本企业普通股 说在合并后主体享有同样的股权比例 在计算B企业需发行的普通股数量时 不考虑少数股权的因素 这我说这句话没有必要 道理要是不清楚的话 真的受它很大的干扰 说什么呢 你说你要算合并成本 是购买方把被购买方资产 并且来付出对价的公允 说要发行股数需要多少 两股换一股 原来不就是1500万股吗 出一二 750就完了 他说怎么算呢 他说900乘以90% B呢是有90%同意换 在合并报表里面 要真的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这块是90%部分 我们要用它除以51.92% 除完之后 也就是说A的净资产 加上B90%净资产 用B的股票来反映 需要这么多 不是相同的股权比例吗 然后呢 你把B那块的净资产 就是900万股 乘以90%部分 一扣掉 剩下的这个股数 对应的是A的那块的净资产 不就两块吗 一个是A的净资产 一个是B的90% 说原来是以A的股票 来进行反映的话 B公司股东 占到51.92% 好了 说我以B的股票来反映 占有相同的股权比例 需要B多少股 那需要向A发行多少 900乘以90% 除以51.92% 对应的净资产 A的全部B的90% 再把B自己90%净资产一扣 对应的是什么 A的那一块 就这么算出来 然后用750 乘以40 那就应该是三个亿的合并成本 后面这个括号1560 减800一就算了吧 你这不就是 这个是小学三天级二十年级 要干这时候 一步一步来 用不着 所以就说 你会看到 真正要让你计算合并成本时 如果考试有什么单选题 并不难 就是购买方 把被购买方资产并进来了 购买方要是发行权益性证券 需要多少股数 然后乘以它的供应就可以了 它自己直接了 就是我说的750 两股换一股 1500除以2 750 750乘以B的供应43个亿 就行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非上市公司 购买上市公司股权 实现间接上市的会计处理 那有些情况 就是间接上市了 那家没上市 然后让上市公司发行股票 发的多了 把他的资产什么 给注入进来了 上市了 怎么办 形成反向购买的 要分别情况来进行处理 一 交易发生时 上市公司未持有任何资产负债 或仅持有现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等 不构成业务的资产或负债 就是不构成业务的了 上市公司在编制合并财购报表时 购买企业应按 权益性交易原则处理 这个权益性交易的原则 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了 是说 接受所有者投资 或者所有者 以及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 它不会影响损益 也不要去改变商业 不得确认商业 或确认记录当期损益 就是不构成业务的 那以前有过这种情况 一个上市公司 把那时候搞机械制造 一看不景气 该卖的都卖了 留点现金 留点老头开大门 不构成业务 那你处理时不能出现商与 否则要是允许确认商与 可能这个数字非常大 第二个交易发生时 上市公司保留的资产负债 构成业务的 那不一样了 构成业务的就按照我们前面的例子那种方式来进行处理就行了 你正常的把被购买方资产负债由账面调到公元 在购买日 你该调调 商与该算算 负商与该算算 就行了 业务的概念也都谈到过 就是具有投入加工处理产出能力 这叫构成业务 实际上也就是说还是在正常的运营 叫构成业务呗 不构成业务的不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例题 用例题说一下 甲集团乙集团 A公司和B企业有关资料如下 1.某上市公司A公司从事机械制造业务 甲集团持有A公司40%股权 乙集团持有房地产公司B企业90%股权 甲集团将持有的A公司40%股权 按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集团 甲乙集团之间无关联方关系 第二个 A公司将除货币资金200万元 持有的1000万元股权以外的 所有资产和负债出售给甲集团 出售净资产资产评估值售价 已以4800万 所以出售完之后 A公司只剩了货币资金剩点投资 别的什么都没了 他已经不再构成业务了 不再具有投入加工处理产出能力了 第三 A公司向乙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乙集团所拥有的B企业90%股权 发行股份总额为500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发行价格每股是8块钱 购买资产资产评估值售价是4个亿 交易完成后 A公司主营业务由机械制造业务变更为房地产业务 原来是机械制造的 这什么都不干了 结果把B公司给并进来了 B公司是搞房地产的 那现在这个合并报告主体的主营就形成了房地产业务了 A公司发行后总股本1亿5 就是原来有1个亿 现在又发行5000万 一共1亿5 乙集团持有A公司股份9000万股 这9000万股呢 我们看说原来 甲公司将持有A公司40%股权 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集团了 因为原来它是一个亿的 44%万股 结果呢 A公司向乙集团又发行股份了 形成这种反向购买的 又发行了5000万 那现在它是有9000万股 9000万股占A现在发行在外总股本 总股本是1亿5000万了 那应该60%了 所以达到了50%以上 第四 B企业合并日和A公司资产处置后 减要资产负债表 这是有B企业的有A公司的 A公司把它的东西都卖了 资产处置后的流动资产是1亿5 然后投资是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里有1000 别的资产都没了 所以A的这边不构成业务 资产处置之后没发行全新证券之前 它的股本是一个亿 这边呢是B企业给定的一些资产 比如有流动资产有其他非流动资产等 不在一的说了 B原来呢说这个股本是6000 然后第五 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利润分配因素 要求一 判断上述重组是否属于反向购买 并说明理由 第二个 会计翻录 第四 计算合并日 合并财务报表中股本的数量及金额 第五 填列合并日减要资产负债表中 A公司向以集团发行股份后的数据及合并数据 然后有这么一个表 我们再去填 第一个 属于反向购买 那那理由说什么呢 说上述重组完成后 乙集团控制A公司了 乙集团是拥有A公司60%的股权了 A公司拥有B企业90%股权 因为说那90%交换 两个数都要大于50%才可以 所以属于反向购买 反向购买呢 关键说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一方被人控制了 A公司是发行权益性证券的 原来他有一个亿发行在外的 结果原来甲集团的持有他的40% 转让给乙集团了 乙集团已经有4000万股 他又发行了5000万股给乙集团 9000万了 9000除以1560%控制了 然后这边说 持有B企业的90%股权交换的 所以A跟B要编合并报表 A虽然不构成业务 但B企业是搞房地产的 他搞房地产他还是构成业务 他就进来了 不就说由机械制造 转行成房地产了 那下面第二个问构成不构成业务 并说明理由 那你说不构成业务 业务的概念你可以不用说 你愿意说就说 说业务是指具有投入加工处理产出能力 然后你注意点要说什么 说A公司出售资产后 仅剩下现金 还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保留资产不构成业务 不构成业务就要按照 权益性交易的原则来进行处理了 第三是发行股票 就是A公司向E集团 有发行股票的分路 四个亿吗 每股是八块钱 一共发行五千万股 那借这长期股价投资四个亿 贷方贷股本五千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三一五 这是A的这一别 我们下面再看说是合并数量 这一块的一些计算 合并数量要反映法律上母公词的 就说那个权益结构 那有多少呢 原来发行在外的是一个亿 又增发了一亿五 又增发了五千 合并数量应该是一亿五千万 那我们看金额 金额要站在购买方的角度上来考虑 合并后B企业原股东就是那乙集团 持有A公司股权比例 它持有九千万 A发行在外的是一亿五 百分之六十 按照我们书上所说的 如果假定B企业发行本企业普通股 在合并后主体享有同样股权比例 则B企业应当发行的普通股的股数是多少 B呢原来自己的那块净资产是有它的股数六千万股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人同意换 因为百分之九十进来了 如果A的资产净资产加上B百分之九十净资产 以这个B企业的股数来进行反应 需要多少除以百分之六十呗 因为以A的股票来反应 以集团占百分之六十 那以B的股票来反应 它也占百分之六十 之后再把它自己的这一块去掉 就它自己进来这一部分资产 百分之九十资产去掉 需要六千乘以百分之九十的扣掉 剩下的三千六 这三千六是什么概念 A的净资产 要是以B的股票来反应需要多少 三千六 所以股本金额 自己本身的六千乘以百分之九十的 再加上一个三千六等于九千 这叫股本的金额 站在购买方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我们看第五个 这个表上的数据 一个说A公司向以集团发行股份之后 那这一块的长期股权投资啊 反应的是四个亿 股本原来一个亿呢 会变成一亿五 多了一个五千万吗 然后资本公积的数呢 相应的有些变化 原来是五百 会多个三亿五 就是借长期五千投资 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 那剩余别的都是些计算 好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合并数据 合并数据这里面不会谈公允 因为 被购买方 已经不构成业务了 不设计的公允 不要算商业 完全按照权益性交易来进行处理 账上有多少反应多少 所以你看资产组织之后 那这边流动资产 你的这边一亿五 然后呢 币的那边 四亿三 五亿八 可供出售集中资产就反应一千 注意长期股权投资 不能算合并数据 长期股权投资是要被底掉的 这个没有 其他非流动资产五个亿 我们没有商与 不要去吃想商与 那资产总计呢 就算出来了 十亿 九千万 那同样的 负债 那就应该是四亿三嘛 就是B的 因为A没有 股本呢 我们算出来了 是九千 金额反应九千 如果数量你说一亿五 洋鱼公鸡 洋鱼公鸡是 用B的四六千四 因为百分之九十进来 有百分之十 应该是少数股东的了 少数股东权益里面 六千四乘以百分之九十 五七六零 然后同样这块 未分别利润 只是购买方的进来 四二六零零 然后乘以 百分之九十 二九三四零 我们再看下面 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当然是属于购买方的 有一部分没进了 当时呢 股东权益总额是五个亿 五个亿的百分之十嘛 那等于五千万 这个就定了 我们接着再看 资产总计 109000 那要求负债所有的权益总计 也是109000 我们再去扣掉负债这一部分 负债的总额是13 那接下来呢 股东权益总额就算出来了 610 用它呢 扣掉股本 九千 扣掉盈余公积 五七六零 扣掉未分别利润 29340 扣掉少数股东权 一股签 差额就是资本公积 所以资本公积 16 900 这是个差额 就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确定就可以了 如果说不构成业务 你不要再去想 被购买方的公允 因为它没什么公允了 都卖了 就上现金了 你剩下的投资 该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了 不让出商誉 别去想 再算商誉 合并成本怎么算 再算商誉 没有这个事 构成业务的 按照我们书上前面的例子 来进行处理 这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所以作为概念的要知道一下 第五呢 是被购买方的会计处理 这一般性的了解 那一些规定说 百分之百可以改变价值 不值百分之百不能改 这都以前的一些说法 应该不太重要 这节课呢 介绍的是 返项购买书上的例子 那你应该要清楚 合并成本的计算 商誉的计算 还有如果让你算什么 股本的数量 金额 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要清楚 如果是属于 不构成业务的这种情况 那你得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处理 不得确认商誉 不得确认损移的数字 那把这个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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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